你听过鲁布哥德堡机械吗 这是总经过繁复计算精密设计的机械组合 完成一些原本很简单的工作 这类机器因为20世纪漫画家 前工程师鲁布哥德堡而闻名 每年鲁布哥德堡基金会都会举行任务挑战赛 今年的主题当然和防疫有关 那就是制作一台肥皂机 基金会与护肤公司合作 利用肥皂条排成的骨排列拍摄了影片 示范如何利用家里的东西 建造一个能把肥皂带入某人手中的 哥德堡机械装置 哥德堡的孙女同时也是基金会的董事 詹尼佛乔治表示 之所以指定这个主题任务 也是希望确保人们能记住要勤洗手 看看这一家人他们花了六个小时 经过了一百多次的尝试 终于在浴室里建造出这个哥德堡装置 这个任务解除了宅在家的一些枯燥与担忧 虽然说这种机械装置的设计 给人一种杀鸡用牛刀的荒诞幽默感 不过倒是相当吸引民众的参加 据说已经从全球各地 吸引了至少两百二十五个参赛作品 基金会表示将在六月七号宣布比赛结果 写马